畫面中可以看到大批居民 永靜李明活動中心高舉白布條 大喊會議無效 情緒相當激動 原來中央集團所屬的埔里農莊公司 計畫在南投埔里開發上百公頃的 李山生活度假村 二十七號晚間召開環評公開會議 但地方居民質疑 業者卻沒有依照行政程序 通知周邊利害的相關李明一併開會 雙方在會議現場爆發激烈口角衝突 不過業者強調走就發出開會通知單 雙方各說各話 而到場的李明認為 業者先前就曾在當地有多項違法開發行為 已經被縣府開罰 還沒有恢復原狀 這回又想開發度假村 現場僵持一個多小時 最後會議也不得不解散